今天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二章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有东方的博士看到了心来敬拜 来问犀利王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在哪里 犀利王很害怕问祭司长律法怎么说 祭司有正确的知识说律法说王要生在伯利痕 而犀利王非常惧怕要博士去敬拜后来拜他 而东方博士随着心来到了小孩耶稣的面前 看到了母亲 于是把他们所准备的黄金五香末药奉献给这个小朋友 而接下来天使启示约瑟玛利亚要下到埃及去 上帝要从他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 而犀利王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发怒 吩咐把两岁以下的婴孩都杀掉 接下来经文我们看到犀利王过世了 天使又启示约瑟玛利亚可以回家 而到了一个城叫拿撒勒 而耶稣被称为是拿撒勒人 这章让我们看到犀利王拥有地上的权柄 有军事有祭司长正确的神学 但是却充满了恐惧而进入死亡 耶稣只是一个小baby 但他拥有天底下所有的权柄 他是真正的君王 我们来祷告 我求主帮助我们不害怕地上的权势 敬畏尊从天上的王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